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诊室 没有房间 只见偌大的门诊大厅里挤满了人 那么 这些排队等候的人们究竟在干什么呢 好端端的医院为什么会在大厅里看起病来了呢 原来 今天是新院医院向老百姓发放高方的日子 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 自古以来 就有一勺高资十万药的说法 但是 这里的高可不是我们平常在网上所看到的早高 杏仁高 这种高又叫高剂 一般有二十位左右的中药组长 是一种具有高营养 滋补 质量和预防作用的成药 高方呢 实际上它是中药八个剂型之一 我们老百姓平时知道的丸药 然后汤药 比如还有那个鹿 什么什么鹿 琵盘鹿这样的 这样一些这个剂型的一种 今天 在这里排队等候专家议诊的每一位人们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配置适合自己的高方 在日常生活中 可能会有不少的人们 会从饮食上调理或者滋补自己的身体 而现在又听说高方也能滋补 这在很多人心里都打上了问号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吃的汤药 很多人觉得苦 是吃时间长了 吃不下去 那么这样的 这个高方呢 它是经过这个熬制 然后呢 加了一些胶类的 另外加了比如像蜂蜜呀 有糖尿病的 要加个糖醇呀 要加一些脚味剂 另外呢 它吃的比较少 大约一天也就吃个20毫升左右 所以它便于携带 另外呢 也方便大家这个长期服用 实际上 高方是中药八个剂型之一 它一般分为滋补性高方和治疗性高方 高方不仅简易携带 口感也是舍弃了苦的味道 要想知道更多有关高方的独特之处 那还是让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它的制作过程吧 这里就是制作高方的地方 西院医院的监药中心 在这里 很多机器一同运转着 监药师要通过抓药 浸泡 监煮 浓缩和收膏等一系列过程 完成高方的制作 现在您看到的就是收膏的过程了 所有药物里面的精华都被浓缩后再慢慢地提取出来 另外 慢性疾病发作期和活动期 慢性肝炎 转胺很高的人 连一球蛋白和抗体很高的人都不适合服用高方 高方既能补虚又能应急 既能整体调理 又要因人而异 这也正是高方的独特之处 所以分清楚什么样的情况后 再吃高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千万不能盲目地服用 高方一般都是空腹服用比较好 如果说你在服用高方的时候 比如发烧了 或者就是得了急性病了 或者拉肚子了 这个时候高方就要停用 高滋成品 药香宜人 味道也是稍稍有点甜 他摒弃了中药里难以下咽的弊端 这种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养生方式 在如今已换新颜 成为老百姓养生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以共创共享共赢开启智能时代为主题的 201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爆满的人群挤占了各个展台前的空位 传流不息的人群 对大会展示的最新机器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通过了解 本次大会集中展示了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前沿技术 展出了许多新奇的机器人 像羽毛球机器人 扫地机器人 智能服务机器人 环保的太阳能机器人 机械机器人等等 在这几个穿古装的仿真机器人面前聚集了很多小朋友 他们很好奇 甚至情不自禁拿手去触摸机器人的手 去摸机器人的裙子和机器人对话 在这个展台前 不仅小朋友们兴高采烈 大人们也流连忘版 国内比较靠前的就是使用了糖胶和其他的复合材料 这样的通过这种的皮肤的它的柔韧性能达到和人的表情更接近 现在访人机器人已具备触觉功能 人脸识别记忆功能和学习记忆功能 可以和人进行英汉两种语言交流 也能实现自由行走和上半身的自由活动 这不听到指令 机器人姑娘就开始眨眼睛 动眉毛 非常的有趣 与会者提问 她可以轻松地回答 也是十分的聪明 当然握手 拥抱 歌舞表演等 也是拿手好戏 从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 您是不是感受到了 机器人时代已经到来 那么什么是机器人呢 机器人还有哪些有意思的功能 接下来的节目将会带给您全面的了解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机器人 其实机器人这个概念 我觉得咱们现代人都知道 但问题就是 您能给我清楚地说一下 什么是机器人吗 变形金刚 晴天柱 算不算机器人 有脑袋 有胳膊 有腿 能走 能跑 还能开枪 这算机器人吗 那如果这样算机器人的话 咱们家里的 有的时候用的那种小小的 自动的 扫地的 像个圆盘一样的小机器 那算不算机器人呢 咱们今天就给您正本清源 说一说到底什么叫机器人 为此 咱们还特意请到了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计算机教授 长期从事机器人研究的 原863智能机器人专家组成员 邓志东 邓教授 邓教授您好 您好 我们也请来了中国科技大学 中国中科大机器人中心的主任 陈小平教授 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那么关于机器人呢 咱们还有一个开篇的小节目 先给您看一下 星球大战前些日子火热上映 在影片中 承包了电影里所有笑点的机器人 BB8 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样一个球形机器人 它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会发生什么 好 OK BB8 看起来 这是什么 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人 但你知道哪些才是真正的机器人吗 现在两位教授 咱们这个问题也出来了 到底什么算是机器人 现在机器人的话 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工人的定义 在我自己理解的话 机器人应该是具有移动和操纵能力的 一个智能机器 能走会跳 或者能够抓东西 能够握东西 因为我以前听过一个讲法 说是只要你这个机器能够输入程序 并且按照人类输入程序的内容来执行任务 就算机器人 因此咱们家里现在的什么自动的淀粉锅 洗衣机都算机器人 但是按照邓老师的标准 他不会动 这不算吗 是算还是不算 这个我觉得是 目前科学界大家有基本共识 但是严格的表述还不是太容易 我个人的一个想法是这样 我们可以认为有一部分人的功能的机器 就是机器人 所以它还是机器 但是要有一部分人的功能 比如您刚才说的机械臂 它是相当于人的手臂的功能 扫地机器人 它能扫地 这是人的功能 这些都算机器人 郑教授今天给我们特意带来了一个电影当中的机器人形象 这个就是现在比较火的 星球大战7的机器人叫BB8 您拿这是一模型还是能动的 能动的 能动的活的什么 对 那您给我们动一动看看 它可以用手机来进行遥控 手机操作 手机进行操作 比如说它就可以跟大家打招呼 可以点头 可以表示不高兴 那想问一下二位教授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能够让它执行诸如此类的命令 它里面肯定是跟机器人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相同的 有本体 有驱动 有感知 有控制 可能还有一些智能的东西 人工智能的东西 咱能给打开看看吗 可以 这个是BB8球形机器人的 它的这个本体 这是主板 主板上面有这个MCU 就它的CPU 还有就是有这个蓝牙芯片 有蓝牙芯片的天线 还有512兆的内层 另外还有充电的芯片 另外这上面有两个磁体 这两个磁体与这个头部上面有两个磁体是浮现协和的 可以协和在一起的 然后这是头部上面的磁线头 这个实际上就有点像这个服务类机器人方向 特别强调这个是吧 对 就是服务机器人呢 它和工业机器人不一样的是 那么机器人呢 针对用户不同的情感 它要有相应的反应 所以这个呢 涉及到情感识别 情感推理 情感的生成 这是情感一方面 那么人呢 还是有理性的 那有的时候呢 要给他 要给人干活 他这个要想啊 这事怎么干 因为这个服务机器人 他不可能每件事情都事先编程编好了 对 所以呢 这个机器人呢 他又有自动的推理规划的能力 我明白了 您看咱们说家里啊 你要养个宠物 比如养条狗 你看国外的电视里面 经常有他们扔报纸扔到院里 然后小狗跑出去 把这报纸交回来 咱们看来很简单的一个事 但是你要告诉机器人 去 给我拿报纸 这对他来说就得 我先从哪走 对 然后我开哪道门 然后我怎么下台阶 我怎么把这卷纸捡起来 然后又怎么回来 我再怎么交给他 对 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血哗考虑这么多的问题 是是是 专业术语就叫做规划 叫做规划 那么在工业机器人整个这个过程呢 是操作员一步一步编好的 但是对于服务机器人来说 他需要自己去想 这些第一不干什么 第二不干什么 第三不干什么 就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 非常生动的例子 嗯 嗯 那人工智能的突破到底应该是在哪难点呢 现在有一些呃 哪怕是我们在呃 比较简单的 嗯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 嗯 呃 它都涉及到呢 不是简单的就听几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嗯 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做网络的呃检索 嗯 那现在用的核心的这个主流的技术 还是用关键词就可以了 嗯 但是人和人说话的时候呢 那就就不一定了 嗯 嗯 那比如说呃 我们想让机器人帮我呃 倒一杯水 那么如果是关键词检索呢 那么只可以听 那就可以听 我只听水啊 就去取水了 嗯 但是呢 在实际的人和机型沟通的时候 人可能会说 我现在不想喝水 嗯 那如果你只抓关键词 也去倒一杯水 还去倒水 明白了啊 呃 那我们说人工智能这个概念 最早是谁提中的呢 应该是图灵 图灵 这个这个图灵体 图灵呢 在这个呃 1950年呢 这个提出了这个图灵测试 说到人工智能 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图灵测试 这一词源自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的先驱 阿兰 麦西森图灵 写于1950年的一篇论文 其核心在于计算机能否在智力行为上表现的和人无法区分 如果电脑能在五分钟内回答由人类测试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且其超过30%的答案让测试者误以为是人类所答 则电脑通过测试 而在2014年6月8日 聊天机器人尤金·古斯特曼首次通过了图灵测试 成功让人类相信他是一个13岁的男孩 被认为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我记得十几年前斯皮尔伯格拍过另外一部电影 就叫人工智能AI 里面是由邱德洛还有小朋友一块来演的 像那种世界以我们目前的眼光预测一下可能实现了 其实这个智能 所以人工智能上就是用机器来武力人类的智能 这个智能的话就分成有很多级别 有低级了中级了高级的智能 我们现在把人工智能一般分成弱人工智能 还有叫强人工智能 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一般认为有感知智能 感知智能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语音识别 现在我们人脸识别 这种识别这种不需要思考的 这些东西就是条件反射式的东西 可以叫感知智能 另外一种智能叫认知智能 就需要推理 需要决策 需要显像 需要这些东西的话 这个叫认知智能 还有一种智能 就是比如说人的灵感 人的这个动物 这种属于创造性智能 这创造性智能 也许是机器永远也赶不上人类的东西 可能诸不了这个创造性的东西 它可能 但是现在目前的话 在感知智能上面 是有很大的进步 那么在认知智能 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 还差别很大 差别巨大 所以你刚刚说了 好莱坞电影里面的东西 实际上是认知智能 那么这块的话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前景 至少短期智能能够实现 还是有一定困难 邓教授一直是做无人驾驶汽车研究 那要不您这么着 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无人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 实际上的话 它里面也包括了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机器人系统 也叫室外的轮式移动机器人 它也是个机器人 所以它机器人所具有的特征 在无人驾驶汽车里面 充分反映出来了 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 机器人领域在技术革新方面 也越来越间断 轮式移动机器人 无人驾驶汽车就应应而生了 由于无人驾驶汽车 是各种新兴技术的综合试验床 和理想载体 所以在世界各地都有所研究成果 是当今前沿科技的重要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 无人驾驶汽车可以通过车载传感系统 感知道路环境 自动规划行车路线并控制车辆 达到预定目标的智能汽车 你能想象 未来的出行 都是靠着这一台台的机器人 进行操控的吗 就是这样一台台看似普通 但却暗藏奥妙的无人驾驶汽车 你知道它的功能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它是如何实现无人驾驶的吗 它里面有环境感知 自然环境感知 也有这个决策 有这个规划与导航 有控制 另外还有执行机构 甚至还有人机交互 是要通讯 很多很多这个技术 它里面的话 实际上的话 它比较重要的关键技术 就是现在咱们属于瓶颈问题 就是自然环境感知 或信息融合 它最核心的前沿的核心技术 应该是人工智能 因为它也需要理解 它需要理解它的行驶的环境 行驶环境 我们人为什么能开车呢 就是我们人是在认知水平上面 我们能够理解这个环境 我们知道这个什么是车道线 眼睛睁开 我们知道这个车道线 这是马路崖子 这是一个护栏 非常的清楚 这是一个什么车 这是个行人 是在理解水平上开车 所以人什么时候 什么气候条件下面 什么关照条件下面 什么道路 我们人都会开车的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你人类这个水平 还相差很远 就是因为我们在瓶颈 在我们这个机器 还不能足道理解 刚刚我说 这个可通信能力 这个问题 已经可以基本上解决了 它的原理 是基于这个机关雷达 来进行这个三维 这个数字地图来重建 以及基于这个 同建这个三维地图 来进行这个自助导航 这部分的话 像这个三个地图 这个地图已经达到 厘米水平的精度了 所以导航的精度 也达到厘米水平了 所以可以说 从可通过能力角度讲 可以说是自那扎那 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了 所以多少速度都可以 我们能不能讲 现在这个无人驾驶汽车 基本上已经到了 可以上路的阶段 是 现在至少是 现在分成两个 两派 一派呢 是这个跨界的IT企业 比如像谷歌啊 像这个特斯纳 还有这个优博 他们还有百度 他们认为呢 三年就可以 可以炼产 五年就可以三世 就可以三用 然后另外一派呢 就是这个跨国的 就是跨国的这种汽车的 传统汽车的跨国企业 像这个宝马 奔驰 福特 丰田 这些企业 他们认为还需要十年左右 里面有一个也有很非常清晰的技术路线发展图 他还十年以后 他们就认为了这个汽车可以完全取代人类驾驶了 甚至就是司机要可能要失业了 真的有那么邪惚吗 只要说您同意这东西三到五年就能满大街跑吗 这个是有可能 就是去年 2015年5月 李德岳院士和上海有关部门 他们启动了一个 在嘉定启动了一个无人车示范区 有两平方公里 希望就在未来三年里面 要尝试无人的 无人驾驶的公交车 那么这个无人车 它一定要经过这样一种 在真实环境下 反复的实验 经过这样的实验 可能在这种实验里面 这个环境还是有一定的控制 比如说太复杂的时候 可能就要有人来驾驶了 但是在条件比较好的情况下 还是有可能 但是这个激情时代到来 给我们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其实今天我们现场的嘉宾 还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机器人 这台机器人名叫可嘉 可爱之极的家 哈啰?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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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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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空间也都非常大 另外中国老林委有个统计 目前中国失能的老人已经达到了3800万 而且以每年大约100万的数额在递增 所以这个人口 这一类人的基数就非常大 失能的老人 他确实需要机器人给他提供一些日常的服务 我们即使不幻想 一下所有的服务都有机器人来实现 也是我们说1%是多少 10%是多少 所以中国技术大 一旦技术能够突破 能够应用 它的市场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公益技术人的话 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的需求链 第一大的国家了 服务技术人刚刚陈教授说 比如说病人的护理 需求应该是非常大 现在复工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 所以现在比如说病人的护理 比如说眼老的问题 空巢家庭的眼老 还有情感的陪附等等 包括你看外科机器人 一个外科机器人 比如达芬奇这么贵的一个达芬奇 1000万人民币这么一台的 达芬奇确实好用 确实好用 又精确又准确 然后可以20小时都可以给你做手术 所以需求的话 服务机器人的市场的需求是干净的 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现在包括工业机器人也是这样的 工业机器人现在劳动力成本 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以后 机器换人 实际上的话是很现实的 所以通过我们刚才两位嘉宾的介绍 我们也能够感觉到 无论是在技术产业上的升级 还是在实验室里研究出来的机器人 他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就是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们将会和机器人共同的生活在一起 从这些琳琅满目的各种机器人产品当中 我们就能够看出来 人类的生活又到了一次重大改变的时刻 这个时刻是什么呢 那就是机器人时代真的来临了 好 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大早北京解放军第306医院 顾客的诊室里 马华松主任正与一名病患交流 小雪16岁 性格内向 在检查过程中 除了简单地回答医生的问题外 很少主动与医生交流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这个花季少女看上去 如此失落与自卑呢 第一眼觉得这小姑娘漂亮 作为一个花季少女 应该是在今年上高中吧 那么这个年龄对孩子来讲非常重要 在马华松主任常规的检查过程中 我们看不出小雪有什么异样 可是当马华松主任让他做扳腰的动作时 我们看出了一些端倪 背部隆起的大包 还是让人触目惊心 在306医院骨科的病房里 我们看到了小谷 住院期间 她的生活基本上是在床上度过的 吃饭的时候 整个人蜷缩着坐在床上 看起来很不自然 她不愿意出门 怕被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 整个人一直缩着 虽然她遮遮掩掩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 她的背部非常骨 像骆驼的驼风一样非常扎眼 我出去的时候 别人看见我 我的样子看很小 我的心里很难受 在解放军306医院骨科 马华松主任经常能碰到 像小谷和小雪这样的病人 年纪轻轻却背负压力 而且令人难过的是 这种病前期便没有任何症状和表现 也不会让人感觉到特别的不适 除了背部 一天天鼓起来 腰越来越弯 背越来越坨 尤其是像她俩这个年纪 由于孩子生长发育比较快 家人很容易忽视这个问题 总以为是孩子长身体太快 那么他们到底怎么了 小谷小的时候 妈妈就感觉个子长得特别慢 总比同龄人矮很多 开始妈妈还不以为然 以为是小孩发育比较晚 可是慢慢的妈妈发现 儿子的背部越来越不平整 并拢起了一个大包 更要命的是 处在发育期的小谷 身体蜷缩着 整个人也是越长越缩 已经18岁了 身高却不足一米五 他也因此有了个 驼疯男孩的外号 这让本来就内向的他 更加不愿意出门 待在家里的小谷 也没闲着 经常帮妈妈干活 可是只要一干体力活 他就感觉很疲惫 大口喘着粗气 表情也非常痛苦 很累 很累 常不常气 就是 儿子之前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他到底是怎么了 妈妈担心不已 慢慢的 小谷无力的情况 隔三差五就出现一次 更让家人担心的是 他背上的包越长越大 压得小谷直不起腰 眼看着儿子一天天变虚弱 父母非常难过 于是 他们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送小谷去寺庙 希望佛祖能保佑儿子 稍微准备一下 隔天 父亲就骑摩托车 把小谷送到了寺庙里 把儿子安置好后 父亲要回家了 父亲不敢多留 他害怕多停留一会儿 就会更加舍不得儿子 而小谷却站在门口 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 久久不愿离开 因为我是一个病人 待在家里 家里的时候要干活 我不能干活 寺庙去 不能干活 我的心理想 那个很简单 我也很想起心 寺庙的生活非常规律 小谷每天早上起床 叠好被子 就坐在床头念经 响亮的声音 在整个屋子里回答 空闲的时候 他会到附近的山上转转 敏捷的身手 让我们完全看不出 他身体的不适 对于小谷来说 能搞清身体的问题 并捋平后背 成了他最大的梦想 小谷的痛苦 小雪能够深切体会 小雪家住在江西九江的一个小村子里 我们刚来到小雪家里的时候 她的妈妈正在家里忙活着收拾屋子 而小雪则在卧室里写作业看书 母女二人各自忙各自的 生活平静和谐 近段时间 小雪常感觉背部不舒服 以为是坐的时间长了 就站起来休息 不经意间自己摸了一下后背 这不摸不知道 小雪发现自己的后背 有些鼓起来了 她有些担心 不停地反复摸着自己的后背 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 而且后背隆起的幅度也不是很大 所以她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就感觉不舒服 还有什么背书包啊 都感觉有点累那种 背不了中的吧 就背一点然后就感觉很累 慢慢地小雪感觉自己的背部 隆起越来越大 坐得时间久了就会很难受 不仅如此 躺在床上的时候也特别的不自在 因为背部的隆起 平躺总会让小雪感觉特别个得慌 所以只能测躺 但还是难受的翻来覆去 为了不让妈妈担心 同时也为了不让周围的人看见自己背部的包 小雪上学前都要套好几件衣服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 然后再背上书包 这样别人就看不出来了 穿衣服就要买那种比较宽的衣服什么的 就是怕他们都知道什么什么 我就是 就是 以前看我那种感觉不一样 就还怕那种 由于小雪平时都在学校 在家的时间比较少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妈妈并没有发现小雪有什么不同 可是只抱不住火 一次小雪回家帮妈妈做饭 她歪腰摘菜的时候 细心的妈妈发现 女儿的背部鼓起来一块 这是怎么回事了 女儿怎么了 焦急的妈妈放下手中的活 赶紧拉着小雪到床边坐下来 仔细看看 大家等一下我说 我就发现了护贝 拿个护贫 我就问他 他什么 他使得还不说 我就问他 他说 这个应该是不要听吧 大家都认为 这个是 我们家里都 都叫那个駝背 没有 这里我是駝背 摸过一次 什么感受 就是 其实心是不舒服 真的也是叫说不来的滋味 很难受 这个来说 大家不知道怎么 我也不知道怎么 当时也不知道到哪去整 虽然小浦和小雪都去医院检查过 但是由于病情复杂 治疗难度大等种种因素 都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对他们来说 身体上的疼痛 远没有精神上的压力大 因为外形奇特 周围的人 把他们当怪物一样看待 质疑和嘲讽 更是少不了 来到解放军第306医院 骨科的马华松主任 给他们做了详细的检查 废功能 CT 核磁 B超等各项检查 都是治疗判断的指标 让人觉得蹊跷的是 小浦1米4的身高 远远低于我国18岁男孩 1米7左右的平均身高 是营养不良 还是另有原因呢 小浦消失的身高 到底藏在哪里呢 X光检查 彻底地暴露了小浦的身体问题 它是重度脊柱侧弯 更要命的是 小浦的脊柱不仅有侧弯 还有厚突甚至是脊柱的扭曲 相较之下 小雪的情况则稍微好一些 但是也非常严重的脊柱侧弯 两人后背的包就是证据 这个侧弯厚突 都到了这个很严重的程度了 在我们专业当中 这是叫重度的脊柱侧厚突击型 那么它的难度就是 一个脚型比较困难 也就是说脚症的程度比较低一些 第二个呢 出现并发症的机率就高了 那并发症呢 包括了这个神经系统的并发症 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 做完了脚不能动了 也就是我们所忌讳的一个字叫瘫了 ZT片上 我们可以全方位地看到 小浦扭曲畸形的脊柱 小浦的脊柱不仅有侧翻135度 而且还带有150度的厚突 弯曲变形的脊柱 正是小浦后背驮风的罪魁祸首 虽然手术难度很大 但是手术有挑战 就有想办法解决 这是马主任和他的团队 一直秉承的理念 查房时 马主任会询问小浦近期的身体状况 并给他做详细体检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手术时 不出现一丝一毫的查错 这台手术呢 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办法 先给他做一个内伸长 内部的一个撑开 这样把这个大的一个侧弯和后部 给他纠正一部分 很简单 就两个钉子 上下一撑开以后 就把这个很严重的一个侧弯 变成一个比较相对简单一些 到这个时候 普通的做侧弯的医生也可以做 手术室内 马主任和他的治疗团队 看上去都非常轻松 医生们分工明确 配合默契 您看 马主任小心地操作着 目不转睛 各项神经电生理活动 也都在设备的监护下十分正常 整个手术过程非常顺利 得知儿子今天手术 远在青海家里的妈妈非常担心 不停地为儿子念经祈祷 希望儿子的手术能够顺利进行 首先第一个孩子的心理状态 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 他不会自卑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这个功能改变了 手术后回到病房 小浦突出的驼风 基本看不见了 而且能平躺着了 更可喜的是 他的身高有一米五六了 比手术之前足足高了十多公分 另外 小雪也在小浦手术后 顺利完成了脊柱矫正 现在 两人都在练习着走路 最重要的是 他们顺利变形 背部的包已经完全消失了 他们也终于可以抬头挺胸 露出笑脸 在这里 专家提醒我们 脊柱侧弯的发病原因 并不是特别明确 预防难度也比较大 但是 根据以往临床的经验来看 尤其是青少年 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身高体重都在增长 但是 运动量不足 导致肌肉的支撑力不足 从而导致脊柱的负担加重 对于处于快速生长阶段的孩子来说 增加体育锻炼 让骨骼 体重 肌肉 身心 都可以同时得到提高 无论对于疾病的预防 还是孩子的长长 都是大有益处的